很多的巷口 本来它就是宽巷子窄巷子 然后它自己还带了好多的小巷子里面穿来穿去 这就是成都市中心的一个古增古街 叫宽窄巷子 这是冰咖啡的 看到没有 黑区区的一个人 这叫伊丁咖啡还有这个 我叫要一起散步 这有四个字叫做邵臣夜市 邵臣夜市 我们知道成都故事 也不算是故事后了 就是一百年前的时候 有个大臣有个邵臣 邵臣就是这一带 人民公园都是邵臣 也就是现在的青阳区部分地区 成都老城的街道 绿树成荫 树也是禅天的大树 这是成都西安北路长顺上街 十夜间新华大岛通宁桥路 淮树街 就往这个方向去 那这条街的秘密是叫炮铜树街 炮铜树街 有一个学校 还有在成都来说 如雷贯尔 那就是炮铜树小学 就在小酒馆的门口 这条街 就叫炮铜树街 也是宽载巷子的一部分 大家看到 是不是成都搬着 像是这个周边 这里是夏浦沦路特医 特 特殊的特 是不是很古朴 又是古乡的 这就是特大城市 或者是超大城市 和小县城 它真的就不一样 所以看到现在的路 和那个小县城路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有偏偏的感情 天总是在旧远 微影是思念的愁 真强 南绿的垂流 纾纹着我额头 在那座银绿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 在那座银绿的树下 而且这一个街叫 资鸡石街 资鸡的资鸡 一个十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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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资鸡石街 可能拥有历史的点 我从不中展现 这一间街 有一个 其实是陈树画院 所以这里他们 出自萌茫茫进去出来 就是陈树画院 就是陈树美术的画院 这个是一个随着树下画面 黄神 树下 大家看到 看到成都的街道 绿树成荫 花团锦竹 花团锦竹 因为 四川人成都人说这个普通话 而下团 现在你看到的是 下团人路和宽巷子交界的地方 你看宽巷子很宽 就是我手指的那些巷子 也叫做 翻巷子 哪里翻云庭 所以说 我话说的是 翻巷子 翻 巷子 所以说 这里有一个 翻巷子 巷子之间的来源 对到这条街 就是 世界世界 也适合 翻巷子 融维翼 这些街道 这里是 翻巷子 翻巷子 这些街道 就是 翻巷子 还更有名一点 但是它怎么会 翻巷子 就叫 翻巷子 叫 巷子 对不对 有个亭子 叫做 我懒会的 胜利的圣 庭 翻巷子 这里有一个 钓鱼台 对 你所看到的这个建筑 里面就是吃饭的了 钓鱼台 是不是有点 类似于北京的 钓鱼台那种感觉啊 很漂亮很古兔 然后外面是玻璃的建筑 里面是古墅 古墅 翻巷子 这条路呢 叫做 夏同仁路 就是说 这里是 宽巷子和夏同仁路 交汇的地方 这里有好多的小熊猫 成都景区直通车 这里是 双流的老马兔头 很有名的 他是 百年的老字号 这里是 地铁四号线 翻转巷子站 的出入口 这里是成都中心的 市中心的中心哈 成都的 一环路营内 看到这里有个 川戏 就是说 四川人 成都人都喜欢看川戏 过去的人哈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喜欢看这些 连我们这种老头 都不喜欢看这个川戏 我觉得可能川戏 最终要走上历史了 终结吧 这里是 沉沉路的 宽巷子 看到川巷子 宽巷子哈 刚才最早的 那个地方是 景巷子 然后我们现在 看到这里呢 就是有它的 路的指示牌 宽巷子 宽巷子真的不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之心中 这里就是 著名的 旅行区 成都的 开箱子 人家佛 顺常来 释迦牟尼 道尽 天家佛 宽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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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尽 山大鲜 光学adora 周围山岂佛 利亚餐 登场 ک子 宽巷子 靠大篇 白虽子 陌落 詹巷子 萱坚子 于ASH 这个故事有关的 这里有他的介绍了 这个石头就是自己石头 后来就我们这个少女 就变成了自己石头 这个街头 这个街头就属于自己石头 请